這個果這個就是側養 然後這樣 熟練折下農作分支 減少營養分散 對於農田灌溉也很有一套 看它的表現 這個不固定 要隨時來看它的表現 像這個就 像這個竹起地就滴太多了有沒有 這個就是水太多了 哪一個 這個葉子啊 在這個時候 它就是水太多的意思 它跟你講水太多了 這位手法幹練的農民 原本其實是工程師 參與台中市府 青年加農賢拜傳承計畫 接受為期一年食物訓練 期間還有政府 每月補助三萬元 對象為涉及台中市 買一年年齡18至45歲 就可申請 但成為農民的路 可沒那麼順利 不僅體力是考驗 如何將農產值 與品質極大化 也是一門學問 在於資金 很多一些資訊技術 還有人 就是前輩的認識 真的 幾乎我都缺了 所以幫助很大 但是在土地上真的 取得方面真的很不容易 政府這邊就是 可以當個媒合 對於年輕農民來說 土地取得是最大問題 因為土地大都在老農民手上 政府出售媒合成為關鍵 跟農信保來簽約合作 我們有建立一個 青年農民創業基金 那每一個農民呢 最高可以升貸到一千萬 看要買地啦 或者建溫室買農機 青農地以後是會從農 它還是會遇到很多困難 就來我們農業張老師 我們隨時都有 這個專家呢 可以讓他來詢問 政府投入大量資金補助 也推動相關政策 鼓勵青年投入農業 青年加農計畫 前兩屆流農率達到八成 已有顯著成效 第三屆也正開跑 銜接農業世代斷層 利品翻轉農村高齡化趨勢 歡迎新聞紅石城 張遠春 台中報導 醫院警隊 提供 熊